又到了突擊檢查的時間了 但是人不在現場的小鎮 還是特別聽您外景突擊小組 一定要仔細地搜查 說到了位於台北市萬華的 道遠近鄉家 由於他們與長輩同住的關係 所以整間房子 有60多坪的大空間 在寸多寸間的台北 算是超大坪數 不過別以為房子大 外景突擊小組就會偷懶 在面線大俠的引導下 今天一定要給道遠近鄉 來個永生難忘的震撼教育 我們終於闖進來了 這麼爽了 這麼爽了 厲害 我跟你們說 看起來很乾淨耶 對 就是因為很乾淨 因為我們家有固定人來打掃 所以你來我們家搜查 或者是來我們家機場 查不到什麼東西 你覺得我們浪費時間對不對 對 我跟你講 他們家的寬敞度 有點像百貨賣場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空間 對 因為阿公喜歡比較大坪的家 這裡有阿公 對 有阿公 我跟阿公還有我媽住 對 還有兩個小孩 偷偷推廣 很孝順 很孝順 他打得很厲害 他接觸的孝順牌 很厲害 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怎麼辦呢 我跟你講 他們家只是看似乾淨 但是其實很多問題 沒有看似 你說家庭問題嗎 對 你是說他們本身的 他們之間的福氣是有問題嗎 這樣我可能處理不了 因為我們這麼好 所以這個家庭還很乾淨 但其實很多玄機在裡面 那怎麼辦 那我們還是要找 對 我今天有備而來 我今天帶來這個 生活家式專家 成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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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厲害吧 很重要 怎麼長大 很厲害吧 今天為各位介紹 股市分析 來啊 今天不會用到這個 好 那我們下次 那我們下次做股市專家 沒問題 再請股市專家出來 來…應偉老師 幫我分析一下 這個看起來貌似很清爽的客廳 其實它家的乾淨度 我覺得真的不錯 但是我覺得每次說收納 大家就說 看起來很乾淨 但是收納物品是乾淨就過關了 我們要看它收的有沒有整齊 有沒有邏輯 有沒有分類 有沒有邏輯 怎麼樣 大姐 我們大姐在她這邊 我們第一她要從哪裡搜查去 對 我覺得直接切她中路 切她中路 對 中路在哪裡 中路 妳要 我覺得我們先去看 因為這個地方我很想看 我很少進去 雖然我常來那邊擠啊 她都說 不是… 我們九點線 我們九點了 這前面有幾點波 九點線 對 你會進去 龜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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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嚇死我了 我們腳上才剛用 來就給人家看我 怎麼樣 剛起床 剛用完 剛起床 它東西可以整理 我們頂多讓妳把衛生紙收一收 好 因為我過敏 對 提前十秒鐘進去可以 對 真的 那我們就進去了 沒有人第一個地方就用過世了 沒關係 妳就算不要 好了 曾姐 這樣 這一招 再給小曾姐 我跟你講 今天我們有這個令牌在 我們要收哪裡都收拿 是 收收就收 你不能韓扣的 想收拿就收拿 對 那可以不要先從龜房嗎 對啊 就是龜房 你們還不是還很得意嗎 準備 走